陈凯先生 霹雳独钟复兴运动元老 为霹雳州华文独钟的发展奠定基石 数十年如一日 为班台渔村的教育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 为社会栽培无数人才 陈凯校长 86岁 是位充满火力与动力的老校长 1962年 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系 第二年 资深从南部来到北部班台小渔村 玉清中学执教 1964年 有同事邀他离开玉清 原因是看不到玉清的未来 但陈凯校长选择留下 他告诉自己 若玉清真的倒闭了 到时离开也不迟 决定留下的他 对教育始终抱着热忱 1969年 陈凯被董事会着身为校长 当时玉清陷入低潮 全校学生只剩数十名 濒临关门边缘 在这艰苦时刻 陈凯毅然决然地接下校长重任 以校为家 为学生撑起一片天 陈凯校长凭着自身的领导魅力 以及老师的团队力量 把玉清从低谷中拉起 学生人数节节攀升 直到1984年 学生人数打至巅峰 即457名 1973年 他参与霹雳独钟复兴运动 为霹雳州华文独钟的发展奠定基石 这段期间 他早上上课 饭学后前往医保开会 与其他推动独钟复兴运动者 如胡万多先生 沈亭校长等人一起共商对策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 这是件艰辛的事 为了华文教育 他劳苦奔波 征求商贩易卖 渔民易补等筹款活动 百多艘渔船及渔夫等的筹款活动 更一时传为佳话 这种为推动华文教育的坚毅不拔的精神 是值得后备称颂及钦佩的 转校期间 他与董事会通力配合 新建了两座篮球场 科学馆 两栋三层楼校舍 同时也重建史坛 让学校的设备更为完整 同时 陈凯校长也完成了校训 校徽校旗的设计 以及校歌的撰写 可谓是位多才多艺的校长 陈凯校长在玉清服务了32年 展校25年 于1994年退休 而后应邀到玉才执教 直到2004年才退休 前后在两所途中服务一共41年 恒美冷队千夫子 俯首刚为 如指牛 这句话 用在陈校长对教育的执作上 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的他 可谓逃离满天下 学生遍布国内外 高龄86岁的他 依然退而不休 至今 仍参与教会的关怀工作 和当任 曼容新希望关怀中心的社会关怀义工 他曾当任玉清中学董事财政多年 目前也是玉清中学的副董事长 他让自己的生命继续发官发热